大家好, 歡迎回來找樓梯, 我是 Dan 請大家看影片前, 亦訂閱我的頻道 亦希望你們可以讚好和留言 因為每條影片, 由拍攝、剪輯、配音都會花不少時間 我們介紹, 其實我們不是人員 是純粹覺得Telvert這個地方好 想介紹給大家聽 這次介紹的樓盤, 位於Telvert的Lolie 位置非常好, 生活配套在附近走得到 沒有車人士首選 發展商是Telvert Wimpy 介紹的樓盤是Linford 3號物業, 四房獨立屋, 有自己的車房 由於這個屋苑位置太好, 供應又緊張 所以這段影片已經在3月底拍攝 都不敢出, 因為怕客人問到 沒有樓盤, 便死了 為何會提出來呢? 第一, 他開始上市 第二, 走路爸爸 他們的新屋, 準備收樓的影片 都是這款屋 由遠至近, 先講講這個屋苑的地理優勢 由屋苑起程, 去Telvert Shopping Center 其實開車只需4分鐘 走路, 不用腳走, 都是30分鐘 巴士每30分鐘有一班 實在在屋苑附近 大家可以看一張圖 一間Good的小學, Chilsey Morrison 以前和大家走過的 幼兒院, 健身室, 診所都有 在屋苑對面 如果有小動物要看醫生 其實獸醫都非常接近 我們進入屋苑之前 我們先看看地面的設計 圖織和現場左右對調 如果在圖織看到, 左邊是廳 現場的廳是右邊的 大門一開, 便看到圓關 圓關直望進去, 就是廚房 以及後花園 100M 電箱 另外, 寬頻各樣都在這裏入屋 進入四四正正的8-5呎廳 有個Bay window 可以把遙遙的Bay window 寫意 再給大家看一看 進來的門, 上半是玻璃 特別的 地上的廁所是黑廁 因為背部位是廚房 由地上鋪到半腰高的長身瓦 上面是油油 分隔位, 用黑色的細節 做點鑽 搭配得挺漂亮 樓梯底的Storage 都比較能看 後管其實是 Radiator 的後管 所以這部分是鋒密 另外有一個半開放式 剛才已經看到了 有寵物, 狗仔, 角藥糞 那裏便會很好 進入廚房 有兩道出到花園的門 再看過去廚房煮食的範圍 除了吊櫃底有下垃圾之外 就是站身櫃 接近地下也有下垃圾之外 也有下垃圾之外 有下垃圾之外 已經很棒了 好, 跟進廚房的配置 我們先看看 它是用 Ideal Boiler San Luzi 的洗碗貼機 標準已經有的孖星盤 以及盤底下 有些去水位 讓我們可以改裝用 改裝後 會不會把洗衣房內的洗衣機 搬起來放在洗碗自己的左邊 洗衣房可以另辟來做一個用途 可能改造一個Shower 給老人家在那裏洗澡 又不用走上走下 都非常好 五頭煮食爐 加上抽油煙機 孖焗爐 還有廚房冷藏 不用太多篇幅去介紹衣服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WhatsApp 不同屋形的規格 我們亦有在手 這幅車房的磚牆 其實有一個選擇 可以在這裏開梅 可以直接由自己花園走入車房 不用經過木泥巴 我們在上一樓之前 都看一看一樓的Fall Pen 在下面 這邊放在樓上 再放在樓上 去看一看 超出最便的 在樓下 這裡也有一個 最大便性 헤o 在樓下 上樓上樓上樓上 最右邊就是一間單人房 小朋友的小天地 隔壁那間有一間Good Size的Double Room 不過他又放了兩張嬰兒床 做個好爸爸的媽媽 買這間屋就非常好 拍攝窗台的裂縫問題給大家看 始終它近攝塔的位置冷縮熱障 其實那些叫Thermal Crack 都很正常 收水 這間屋大概起了一年多 雖然沒有人住 但每天都有人出入 介紹這個Wall做給大家 這個值得投資 直到一樓的大廁所 足夠的空間 還有一個毛巾架的Radiator 要加淺的Fermistar Shower 連浴缸都有扶手 出入就不怕淺腳了 跟樓下的廁所一樣 這裡瓷磚的收邊 都是用了Chrome的細節 挺漂亮的 因為其他發電箱的 就用了白膠邊收 就沒有這裡這麼漂亮 浴缸擋水板 就可以摺到原生梗那塊 這個設計也不錯 起碼不會撞到門 各樣的東西 但略然跟洗手盤太近 進入主人房 看看 入到最小的 反方向 就可以看到入場衣櫃 在床尾的廁所最合理的 如果想省少少皮肺 就不要加鏡 就可能經濟一點 剛才的地方 毛巾架的Radiator 拍攝一下Shower 這個標準是電Shower 其實它有一個選擇 很有趣的 到時上去Porto 可以選擇這個位置 都是用了Boyla供水 但大家頑固整個房子 其實它沒有加壓缸 或者沒有儲存設施 所以它雖然這個 都可以Boyla出水 但如果兩套Boyla出水 Shower 一起動的時候 水壓會有少許問題 但起碼它可以加 可以選擇 來到第四間的房間 比剛才的單人房更細小 因為快點租好 很聰明 偷位了 在粒位置放置床 床還未放在書桌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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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窗櫃櫃裡 因為窗櫃櫃櫃櫃櫃櫃櫃 sem 看見少許爆裂景相較細小 如果掩耗盡量ida 就相對可以更好 到總結 這小一點 三 page 拍了 み內 來到這一刻我們才鋪上網 這個屋苑的位置其實在Telford新的樓盤之中 實在是最好的位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超市、Good的小學、診所、健身 全部都行得到,連獸醫都行得到 除非真的行得悶,想去遠一點 都有巴士,半個小時一班 待會便可以到Telford市場 其實每個小時都行得到 對這個屋苑和戶型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們WhatsApp 我們有它的價格、價單、交代期 這次不會寫出來了 因為太搶手,變得太快 怕資訊不夠更新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點讚、訂閱和留言 發揮給想來Telford的朋友 或者看來Telford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你,拜拜 拜拜